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道解恋又死不断 山高水源清淡 雨年年轻历 多少故事在心里 雨年雨梦梦长扬角 百年巧的花结诗 最近这首歌常回荡在我的脑子里 让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电视剧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扬州 扬州和苏州很像 城市中心区域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古建筑 几个著名的景点也都离得不远 扬州是一座浓缩了中国古代文化命脉的城市 清晨吃一碗虾子酒面 然后骑上电瓶车 去往我们的第一站 晚清第一远 和远 他本来的名字叫季孝山庄 是清朝光绪年间和纸刀所造 名字取自陶燕明的归去来西 以南窗以济傲 等东高以书孝 从东门进来的这座建筑叫船厅 承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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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而且回廊都是上下两层的 可以先在一楼走一走 之后再走上二楼 看看不一样的视角 这里在水池中央的水芯亭 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从亭子这里向南拐过来的这片区域 是玉秀楼 是那种民国时期的感觉 融合了法式日式的多种元素在里面 这里还保留着圆主人 大小姐的卧室 墙上的小姐照片也是非常的漂亮 另外园内的各处假山造景也十分讲究 它们也是江南园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园内的片石山房这个区域 是明末清初画坛巨匠石涛叠石的人间孤本 从合园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顺便逛一下皮士街 走在这条老街里面 两侧是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 经营着各种特色的小店 而道路两侧有很多狭窄的小巷子 这里应该是很多孩子从小生活的地方 现在估计是老年人居住在这里的比较多吧 接下来我们去东关街 个园就在东关街里面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订阅